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昌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当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奖了 再次把掌声送给前院长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好 谢谢大家 大家请坐 听到您的这个开奖啊 我觉得您是打心眼里 爱这个东西 爱这门艺术 所以在您看来 汉字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美的符号 但是您对于今天网络世界 您可能了解的还不是特别清晰 现在我们打字 用键盘打字是没有音调的 打拼您书汉字多麻烦 要表达一个情绪 一个表情包出去 哇 全世界都明白了 就像有很多的书法 这个在书写的时候 它如果不根据内容走 它靠它的线条 很难表达一个复杂的思想 对 表情包大概也是这个情况 可以用 是吧 可能我自己也在用 对不对 但是表情包毕竟是表情包 它要取代文字 这个路途还非常的遥远 而且是手写文字 对 那接下来就观众的小纸条问题 过去都是我来念 我来读 但是今天我们让您看看 每一个观众通过他的字 您来大概揣摩一下这个观众 好不好 我天 这就挑战不可能啊 这是 我们让田园长看到最后 看看啊 就是他 对对对 来 您先看看 第一个观众 没头没尾 问了一个极其震撼的问题 我念一下啊 如何度过瓶颈期 这位观众就几个字 如何度过瓶颈期 请问是什么的瓶颈期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这是哪位观众 这位女观众 您好 是不是写书法困难的时候 对对对 是最好 我看您的表情 不像遇到平静期的表情 不是我了 您是 孩子家长 孩子 旁边这个 小纳 这个 这个穿橘色衣服的 对对 是您的孩子 对 今年多大了他 十一 十一岁 对 他已经学 眼体学了三年多了吧 三年多就是写的 就已经到了一个平静期 我就不知道怎么 就是写 提升 提升不上去了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到底是不是平静期 因为您现在觉得 他写的时间长 那么你觉得 他可能是平静期 其实也违必 也违必 因为写书法 他要日积月累 要水滴石穿的功夫 所以他要慢慢积累 违必是平静期 因为现在你们在写字的时候 大部分的老师 知道你们是写技术 就我要把这个字写端正 笔画写挺拔 大概是这样 但是缺少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就是培养孩子的审美 比如说你在写颜体 我就建议你到书店里去 买十本不同的颜体字贴 一个颜体字贴 是一个庞大的世界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四十多岁的风格 和六十多岁的风格 当宰相的时候的风格 和最后英雄就义的时候的风格 他的各种各样的书体 是不一样的 他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 您给他的这个命题太庞大了 我要让他做的是审美 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审美 先找改变 就是你给他一个兴趣的教学 问问他 他能不能区别在 严真卿的书体书风里面 有这么多的差别 并且他能不能表达这些差别 他如果能表达 他的眼光就开始快了 就像我们 要有一个好耳朵 才能听这种交响音 因为里面的任何一个位置的 任何一把小提琴的 任何一根弦 我没有错 是不是这个意思 眼光 眼光很重要 这个孩子 叔叔也救不了你了 这个大过年的妈妈 明天就要去给你买十本字节 孩子本来说就两三本 我都写 写到了平静期 十本来了 你说真话 喜不喜欢学书法 你是 挺喜欢的 就是 那我救不了你了 本来我还想说 是妈妈逼着我去 就是实际上 自己确实喜欢 确实喜欢 就有些时候就是 很多同学会羡慕我 我觉得这样子会 哦 这个也是一个 对 就人家羡慕他 字写得漂亮 周围的孩子羡慕他 嗯 所以你看 他是从当中找到了 自己的一种 跟别人不一样的 存在价值 存在价值和表达方式 对对对 加油 好 谢谢 谢谢 叔叔跟你说一个 励志的故事 你看见叔叔了吗 我的字你也看见了吗 四十年一直在平静期 我就没突破过 所以加油 你现在才十一岁 大有天主 所以 这个观众 您家的春联 是您自己写的吗 这个观众担心的 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说 您的字那么值钱 写了不怕被别人撕了吗 四十年春联 啊 天风口 第二天早上你起来 不但没了 接走的时候 还写俩字 谢谢 这边很有意思 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自己写春联 自己写 由自己家里 写个春联 当我写个春联了以后 马上就有学生 拜年的时候说 这个陈老师 你要小心啊 你这个春联待不过明天 我一想也是 于是呢 现在不是都有送春联吗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 有报纸 比如说都市的报 比如说北京晚报 他就说 陈老师我们要给读者 送很多的春联 你能不能替我们写一幅 我们把它印刷出来 给大家一起 那么然后我就写了一个 他们就去印刷 印刷了一大片 大概几千张 然后就发给这些读者 印了那么多 他就得给我一卷吧 我也把它贴在这个门上 结果 又没了 来的人 所以大概是 曹老师你自己写的 就把它给沾了 就他知道 那是个印刷的吗 他不知道 他因为他 天的门让他看了 他觉得挺好 这位观众 您今年年过不好了吗 你想多年前 可能还一直珍藏着呢 对 是印刷的 接下来六位青年代表 刘淼 陈老师好 小大哥好 我叫刘淼 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的金融专业 然后今年是读研二 然后像我小学的时候呢 也像这些小朋友一样 学过书法 可是后来随着功课越来越繁忙 然后自己就没有再接触了 不要找客观理由 什么叫随着功课 就后来一直在平静期 对吧 对 就是我周围的朋友嘛 然后后来了解到 他们其实也是 一直是在这种平静期 然后也是在小学的时候 学过书法 其实我觉得 这反映了一个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吧 经济学呢 是讲究这种资源的有效配置 也就是说 把这种稀缺资源 进行合理配置 达到效用最大化 而时间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稀缺资源 如何去合理的这种分配时间 我们每个人都要考虑 这样的问题 像书法呢 对于古人来说 如果你写的一说好字 可能有利于你的加官进爵 但是对于现在 大多数的我们来说 读书 考试 这才是我们将来 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像这种书法写字呢 古代可能也是作为一种记录 但是现在呢 我们都强调是一种 五指化的办公方式 写字的效率 有点太低了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啊 书法是一个 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逐渐被没落 逐渐被时代所遗弃的 这样的一个事物 如果你说是写汉字 那么他肯定在实用的领域里面 都在退出 是吧 因为有更快的机器 那现在还有很多在讲 这个智能的 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一来了以后 有多少人失业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写字 是不是会被大家 慢慢地遗忘 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 这个是一个时代 这每一个时代 都有他自己的需求 他的指向 但是书法 你刚才说是 他慢慢地没落了 没有 汉字人人会写 书法就人人会写 对不对 因此呢 他的群众基础 其实非常好 没有没落的问题 但是双刃剑 有一利 必有一臂 因为他的门槛很低 也就造成了书法圈里面的 鱼龙混杂 还有很多 其实刚笔字还写的 七到八歪呢 他也就赶在毛笔上 用宣纸 来泼泼来写字 他就赶说我是书法家 因此呢 今天书法所面临的任务 并不是大众化 因为书法足够大众 今天书法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他是作为一个艺术 他面临的是标杆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 这个社会走到今天 他的实用的部分 和审美和艺术的部分 在分道扬镳 插开去 在实用的部分 他慢慢退出来了 因为什么呢 机器比他厉害 互联网比他厉害 电脑比他厉害 但是在审美的这个方面 他又有足够的优势 因为为什么呢 美术 戏剧 音乐 舞蹈 都要专门学 而书法你已经一半会学了 因为你汉词会写 已经有一半了 所以呢 他在这个地方 他又非常的强势 所以不存在没落的问题 而是存在 怎么更好的 更科学的定位问题 现在 由于这个批音的形式 让大家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我们说写字 都是偶尔写字 偶尔写字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人 出现一个问题 是提笔忘字 那么其实这个提笔忘字呢 我觉得关键是因为 这个文字在你这里 有印象 它跳出来是一个结果 你没有参与它的过程 就你不是书写 用拼音打出来的字 它最后只出现一个 成像出来的是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对你来说 它首先一个分辨率 会越来越弱 同类型的字 它很容易被混淆 然后过去古代的 这个文字承传的时候 它有很多字 它的是微小的差别 但是它背后的文化的内涵 差距很大 但是在你这里 因为你只是呈现一个 形的结果 慢慢就被和平掉了 再要不了两代人 那汉子可以不在了 因为他可以不写了 他需要我们就是付出努力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比较公立 就是我老是在两个选项里面 两害相权取其亲 我老是在选 而捍卫汉字的 民族承传的基因 它不是一个选项 我宁愿晚一年 让这个孩子 有充分的文字表达的能力 我也一定让他 守住这个正脉 守住这个正脉 他今后要学拼音 还是可以写 但是他写拼音的时候 是帮助他的汉字 而不是说他来取代汉字 谢谢 陈老师好 我叫沙建勇 来自浙江宁波 也就是和陈老师是老乡 老乡 我们的祖籍都是宁波银线 我和您还颇有渊源 您是中国书法 title 沙门海老先生的得意门生 我是他的同宗晚辈 然后我们十几年前 其实在沙老先生的书学院 见过一面 然后您跟我说了一些 很多鼓励的话 那你应该是沙门海老先生的 从辈分来讲的话 就是曾孙辈 曾孙辈 我现在从事书法 一线的教育工作 就是一个年轻的书法老师 现在很多年轻人 学书法的也有不少 但是真正的坚持下去的很少 像我这一代的 我很幸运 我坚持了21年 但是跟我同龄 在学书法的人 很多都已经放弃了 那现在放弃的人很多 觉得书法非常的枯燥 我想问问陈老师 您觉得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应该注意什么 让书法变得更加有趣 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书法 并且坚持着学下去 这个怎么让这个学书法坚持下去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改革 做个改革是什么 就是你到底是写字 学文化 还是练书法 学艺术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刚才我们这个瓶颈期 男孩子 当然他今天在这个场面上 他肯定说 我热爱书法 当然我在想 他肯定有不热爱的时候 为什么呢 他讨厌书法的时候 就是你哭哨的 让他每天 很安静的在那里 用毛笔在纸上滑线 他有那么多诱惑的事情 以前有电视 现在有电脑 对不对 有游戏 是不是 他凭什么给你来做这个 这个很枯燥的 你看这会儿他点头点的 点画 是不是这意思 小男孩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 如果你写写字 你只能是这样做 但如果你写书法 你就要提起他的兴趣 比如说 刚才我们在讲言体 你如果不仅仅让他写 你让他分辨 哪一个言体的字贴 他有什么特征 另外一个言体字贴 有另外的特征 让他情趣盎然 那他肯定跟着你走 我们连续三年 做过一个书法教师普攻音计划 就是让老少边穷 农村一线的小学书法老师 免费从他从农村公交车开始 一直到杭州来学习 学习的十天 所有的费用吃住 学习用品字贴 所有的全是我们的错 其中有一个要求 我们的培训只培训教师 不培训书法家 来报名的人 只要是书法家 拒绝 我不要你了 你写的好不好 我不关心 你越是书法家 我觉得你可能害处越大 但是你如果是个书法教师 我要你做的第一个基本功 就是这样的小孩 心理学上 他的在课堂里面的注意力 不会超过十五分钟 你有没有本事 在一堂课四十分钟里面 你能够把这个学生 牢牢地钉死在课堂上 让他兴趣 二难跟着你学 你只要做到这一点 你就是个称职的老师 要改变一些教学的方式 让他们感受到书法的魅力 让他觉得书法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样他们就能坚持下去 你研究的不仅仅是字了 你研究的是你要教的那些人 你像这样的小孩在写字 他没有经过训练 他肯定写的不对 然后这个老师老在旁边说 这个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他学了一堂课四十分钟 他每天都在你老师的 不对的批评之中 轰炸他 你觉得他还会热爱这个书法吗 我说我们过去的书法 都在培养书法的仇恨者 讨厌 我不要他 对不对 我有那么好玩的事情不做 我干嘛在这里老师听你的责备 所以当老师要比当书法上来得多 当家长也不容易 我看到很多家长眼神里面 在刚才那句话当中 找到了同感 当您说到我们培养的是书法的仇恨者 很多家长 就孩子 你真的有的时候 他开始害怕这个事 逆反这个事 就麻烦 所以各位家长也要想办法 谢谢陈老师 希望我们年轻的教育工作者 能把书法传承下去 加油 拜托你们 下一位 许伟 其实我是一名书法和篆课的 一个业余爱好者 就是我也是小时候学过 然后后来因为课业压力 我就没有继续学下去 所以只学过五六年 那其实我今天来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然后是送给萨老师的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送给您 对 萨贝尹 林子 这应该是 这是什么 比较大赚的课法 对 我就是照着那个字帖上 然后就找到了这四个字 然后我就课了 其实自己并没有过多研究 因为也没有经过系统学习 其实课的真正就是一个情感 其实我今天的问题是 谢谢 您刚才也看到后面的照片了 其实这个照片我是发过朋友圈的 就是我现在写完一幅字 或者是刻完一个印之后 其实我的内心是有点空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灵的字 也是在灵字帖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内心没有什么共鸣 这是我现在对于写字的一个感受 对于书法 对于撰刻 那像陈院长您这样 就是您的成就感来自于哪 我们也是从这样一步步走过来 一开始是比较寂寞的 因为大家也不接着关心 也不接着理解 后来是那般的这个作品有一定成就了 大家开始肯定 这个过程要说我对自己的 就是这个书法 我有没有成就感 其实我们现在的心态 并不是一种成功的喜悦 而是像科学家在做科学实验一样 是在不断地探知它的未来 我说我们做书法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安乐语 修身养性 有益与健康 谢谢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形态是什么呢 竞技场 奥运会 谁做冠军 谁的水平最好 他就是写字的技巧 所以我们过去看书法呢 包括全国展览的评审啊评奖 基本上都是讲技巧 很少有人去关注他写的内容 这是第二种 我说我们在做的是第三种 既不是安乐语 也不是竞技场 而是实验室 书法是一个表达 一个倾诉 一个我们传递我们的 审美的感觉 它是另外一个意思 不断在探索 这个书法在今天 不就是写下毛笔字吗 它在今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它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能不能在现在能把握 它今后发展的方向 怎么让它反映这个时代 那么这样的心态呢 其实很寂寞 很寂寞 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有少部分人 做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有 陈老师好 夏老师好 其实我觉得我代表的大多数人 我可能连书法爱好者都算不上 但是我就是喜欢写字 我觉得写字对于我来讲 是一种书写心情 或者说我当时的一个 生活的状态也好 然后当时的一个心情也好 所以我每天都会给自己写一句话 写出来这一句话之后 我会专门发 就像这样 发到朋友圈和微博 给大家互动 当我回过头去看 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不同的日子下 我写出来的字 以及用的纸和笔都会不一样 但是我每天落款 都是送给什么什么样的你 然后就有很多人 在朋友圈也好 我微博底下留言就说 谢谢已经认领了 就很多人去专门认领 我不知道是对于 内容的一个认可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我发现能够有一些人 产生一种共鸣 也是我自己的心情的一种抒发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陈老师 你有没有一些记录自己 特别点滴的心情 有趣的故事 写给自己 或者写给朋友的 其实我们现在 书法是面临两个 大部分的人 他是只会研究技巧 他不会自己写内容 那么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是 书法家他是艺术家 他对自己的感想特别在意 那么因此 他会把自己的感想 记录下来 这个已经是少部分了 那么再少一部分的书法家 就是他希望能够干预社会 能够反映社会 那么其实这三部分人不矛盾 表面看起来都是书法家 但是他的动机 他的人生目标 他对书法所赋予的 那样的一种职责 是不一样的 任何一个时代 他都会有 经国之大事 他都会有 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每个领域都有 再小的领域他也有 那么书法的 治国平天下是什么呢 记录时代 记录时代是我们今天有的吗 古代就有 我们以前流传下来 那么多的文献 就从四十五经开始 对不对 从这个上古时代的文献 到现在 大家刚才看到的 竹木简 十克 这个书法的法帖 是不是 其实都是记录这个时代 从2012年开始 我就开始做一个工作 一直做到现在五年了 五年了 我们就是用书法去记录这个时代 每天翻刊 报章 电视 杂志 找到一个 有意思 可以记录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用文言文 把它写下来 写成这样的一个 尺 尺幅的一个东西 每天一折 所有的社会发展 经济腾飞 我们的大国的外交 一直到我们老百姓的 衣食住行 甚至到互联网 甚至到手机 全部都在我这个里面 有记录 每天一折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1500多折 同步地记录这个时代 使得书法 恢复它原有的记事功能 这就是您写的 民工网上购票难 对 这是对春运的一个记录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的东西 大概用 这就是我们的书法家 在今天 用他们的努力 希望留给后人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好 谢谢陈老师 其实坦白讲的话 您刚才也看过我的字了 我从小到大 没有零过任何字帖 然后就只是自己 瞎写着玩的 这样一个状态 您觉得我有可以 提升的空间 就是往 稍微正规化的路上 怎么样走一下呢 你这个平静期 大概还需要 我甚至连平静期 还没有达到 觉得我有可以 提升的空间 就是往 稍微正规化的路上 怎么样走一下呢 那你现在是自由体 就是写字 那你就先从炼字 学习字贴 学习这个字 咱们先把它写 端正开始 你明天跟那个妈妈 约着一块 去买字贴 对不对 既然我们今天 都现场来了 您能不能让我们 也能现场有幸 来目睹一下您写字 这样啊 龚帆 这个事情之前 我们跟陈院长 商量的时候 陈院长的一个 一个说法 我非常赞同 陈院长说 书法是一门艺术 很多时候是 艺术家的创作 这种创作 绝不等同于表演 艺术它是需要 有创作的情境 所以今天在现场 陈院长也说了 主要看 讲的心情怎么样 这种艺术创作的情境到了 这种艺术创作的 所有的这种元素 都圆满了 也许有可能 因为也是过年嘛 过年 就如果说这一年 涌现在您心头的一个字 过去一年也好 或者您想送给 新的一年也好 如果就一个字的话 您觉得哪一个字 最能代表您的心情 您的年度汉字 年度汉字 对 每个人的年度汉字不一样 我的想还是送个福吧 好 大家可以 那就最传统的 对对对 就这个最能体会 此时此刻 此情此景 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 最期待的那个字 我的想还是送个福吧 好 大家可以 那就最传统的 对对对 就这个最能体会 此时此刻 此情此景 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 最期待的那个字 这是送给全国观众的礼物 金鸡爆小 春到福来 刚才全院长也说了 中国的书法文化 汉字文化 不大精神 提起笔来 没事 甭管什么心思 大家在纸上写写画画 别忘了老祖宗 留给我们的这些汉字 绝不是计算机里的零和一 这是一笔一环 有结构 有情感 有灵魂的艺术品 而这个艺术品 又是如此的清明 我们每个人只要拿起笔 就能创作一份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就让我们从今年开始做起 多多提笔 共享汉字之美 谢谢 谢谢陈远郎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台奖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你 收盖收得非常好 很精彩 好 在每人来人往的街头 想要自己走 好